大家好 上期视频 十月菜园 我提到过我家后院种的花生 今天我要给大家 介绍一下我们种植 花生的过程 以及如何用花生 作为食材来烹饪的 盐水花生 我们在五月份种下了 花生 每一处花生 我们当时 选用了三颗花生种子 我们凑近看一下 这个花生的根 你看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根 这就来自于三个不同的花生种子 这都放下了 那是个花生 我们可以做的 这就来自然的花生 就来自然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收获的花生表面有很多泥土 所以要用水浸泡 这是已经洗干净的花生 盐水花生的调味料特别简单 只需要盐 桂皮 八角 取一个砂锅 先加入盐 然后加入桂皮和八角 加上花生 最后加入水 加完水后我们就开始煮花生 先用大火将花生烧开 烧开之后调小火 煮30分钟 煮完30分钟后立即关火 焖在这个砂锅中焖20分钟 还没开盖子 我们已经闻到了花生的香味 让我们来打开看看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再见